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内思维臣服的那些文艺工作者将儿童作为视频的主角和发声筒进行拍摄 以及香港的那些暴徒将儿童作为一种暴动的一线人员和某些武器 而无视他们的个人人士安全以及思想道德观的建设 我从前天就谈过这个事情 其实并不只是在中国存在 在国外呢 将儿童作为一种主角 也是长期的舆论宣传的类型之一 不得不说呢 从内容选台方面 会有国内这种负面的形态 但是也会有积极的意义存在 我们先不要急着聊封面的内容 因为昨天已经回顾过国内的了 我们先聊一下国外积极的东西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张国家地理杂志很著名的图片啊 照片 这是由当时的摄影记者史蒂夫·麦凯瑞 来到84年的巴基斯坦难民营所拍摄的 这个小女孩名字呢 叫夏巴特·古拉被拍摄的时候只有12岁 结果在这次拍摄17年后呢 两人才再次遇见 当时呢 也早已物是人非 而小姑娘当时的那张照片 也成为了阿富汗战乱和世界各地难民情况的象征 也成为了人们反抗的精神支柱和希望 两人重去之后呢 时隔17年 麦凯瑞再次为她拍摄了一张照片 小姑娘或者说当时已经成人的古拉 在这十几年并不知道自己因为这张照片而出名 也没有受到相关的影响 只是一个人继续默默地生活着 可以看到 经过这十几年的时光的摧残 她已经变得相当苍苍了 而成人的古拉呢 也再次经受了这一次的拍摄 在自己拥有一定成熟的思想之后 也决心致力于教育阿富汗的女孩和年轻父女 并且同意国家地理成立阿富汗女孩基金会 之后随着组织的发展呢 也扩展到了南海的范围 改名为阿富汗儿童基金会 当然了这个麦凯瑞也就是这个摄影师之后 有爆出所谓的修图造假之类的丑闻 但是单就拍摄夏巴特古拉这一件事情而说呢 或者说对于阿富汗的整个儿童群体来说 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虽然有镜头背后的媒体 对他过度解读或者一定舆论上的操弄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夏巴特古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一个人格的成熟 也没有对他进行某些强制性的观念的灌输 而最终在国家地理的努力下 在国际舆论的宣传下 阿富汗政府也对于古拉的境遇 包括住房和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援助 为什么我要举这样一个例子 并认为它是积极的例子 因为最初它并没有强行让夏巴特古拉 本人表达出某一种很明确的政治意向 而是第三方的解读和宣传 这虽然和本意有所出入 但是对于解决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并且对于儿童自身 没有强制性的灌输和引导 这里我就要说一下 还是老样子论机不论心 第三方的解读 你有可能解读出反政府 但是也有可能解读出对儿童的关怀 我虽然反对将儿童作为一个主体 进行报道作为宣传工具 但是在造成事实性的好的结果的情况下 我对于这单纯的一件事情 是不会反对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 对于夏巴特古拉的关注 是从儿童时期 以及他成人之后 是一个线性的延续的关注 也就是说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 用完就丢的工具 其中还是蕴含着一定的人情 一定的同理心在里面的 好了那我们继续说一下负面的内容 如果说中国大陆和香港 是把儿童用作舆论的宣传 但是从某些角度 还是把他们当个人看的话 西方的某些媒体 在进行相关宣传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只是 把他们当作一个 用完就丢的工具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这灰头土脸的小孩 当时很著名 主要描述的就是 面临一次空袭 被救出之后的震惊和迷茫 以及不知所措 这个叙利亚男孩呢 名叫奥姆兰达克尼什 当时的救援者 称他是在一次政府的空袭中 被救出的 但是很有趣的是 就是袭基当晚 奥姆兰的父亲 他自己却不能够 明确地表达出 袭基是谁发动的 也就是说救援者 这只是单纯救援者的认定而已 和媒体的认定 那么此次的袭基者 具体是谁 是叙利亚政府还是俄罗斯政府 又或者说是叙利亚叛军呢 这都来源于奥姆兰救助的医务人员 也就是现在臭名昭著的白头盔的说法 他们当天是怎么做的呢 在袭基发生后 将奥姆兰火速救出房间 并且把他放上救护车 就开始进行打灯 进行摄像 当时房子里面 除了他还有他的父亲呢 不闻不问 至于之后 还有反对派联系他的父亲 对他施压 要他抹黑叙利亚政府和国家 并且愿意出钱 而这个反对派 和当时的白头盔的所作所 有什么联系 我们就不能够很武端的判断了 大家自有想法 对吧 如果说奥姆兰救助 还只是一件善行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头盔在叙利亚参与的 另外一次救援 而这次他们施救的少年 叫做哈桑迪阿布 白头盔们称这个地方 也就是叙利亚的洞马症 遭遇到了化学袭击 而哈桑的父亲却表示 当时大家什么事情都没有 突然被一群人叫出地下室 让他们去医疗点 结果一到医疗点就被人扣住 把水扑到身上 再把他们放到病床上 进行拍摄摆拍 对于叙利亚人民的遭遇 我感到遗憾 他们何罪只有 要遭到这样的待遇 而利用儿童形象扩大 宣传打击叙利亚政府的 那些白头盔 以及某些所谓的 西方媒体的所作所为 也更加的下作和恶劣 所以我们看到 国际上面对于利用儿童 进行舆论宣传 不仅方式方法多样 而且更加的成熟 所以同样的 这件事情也真为难辨 具体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看这张报纸 这是上面是新闻周刊 在谈论07年阿富汗自杀式 爆炸袭击当中 引用了这张图片 但是据摄影师声明 这个受伤的男孩 实际上是受到美军空袭的暴乱 而非阿富汗的自杀式袭击 诸如此类的例子呢 数不胜数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会在上一期说 不要让儿童参与所谓的 媒体的政治宣传 这不仅仅是涉及 事实的捏造与否 更重要的是 一旦参与进去之后 儿童就会彻底的沦为 政治宣传的一个有力武器 至于如果说成为一个 有力的武器 那么大家都会使用 至于之后儿童如何去保护 如何去保障他们 那就是次要的 那么合格的媒体 应该如何处理 这一类的事情呢 我这里要举例 之前我们汪芳主席 在微博当中称的 天真的小孩的言论 也就是13年的吉米秀 其中吉米和孩子 讨论美国债务危机的时候 一个男孩说 要把地球另一端的 中国人全部杀光 这件事情马上就引起了 全美规模最大的华人抗议 也就是说 儿童的一句童言无忌 或者说刻意安排的某一句话 就会引起很大规模的反响 全美华人都在抗议 但是我们的汪主席 认为他天真 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而在这个抗议声浪中呢 我觉得有一段 反对的意见 说得很中肯 孩子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吉米和美国广播公司的管理阶层 确实大人 他们可以选择不播出 这种煽动民族仇恨的节目 我们无法接受此节目的播出 我们要求必须剪掉该片段 且诚挚道歉 而最后的结果是 美国广播公司 也就是ABC公开道歉 以及取消该儿童圆桌会的节目 并且主持人 吉米·基梅尔也进行了公开道歉 反观现在的美国媒体 将反华 将抨击中国作为主旋律 我不知道对于在美的华人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但是肯定是开了倒车 他们还不如13年的ABC 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儿童用于政治宣传有利 还是有弊的分析 也不是具体事情具体看可以解决的 即使是夏巴特古拉在拍摄照片的17年内 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得到具体的改善 在被国际人权组织称为 世上女性最难生活的地方 也就是阿富汗 她和其他的女性一样 甚至过得更糟 在拍完第二次照之后的16年夏天 她的声音再次出现 但是这次是因为她伪造巴基斯坦身份证 而遭到逮捕 因为作为阿富汗的难民 她是无法取得巴基斯坦的合法身份的 只能通过伪造 她面临的是14年的监禁和5000美元的罚款 当时她已经患上了肝炎 并且也腰折了一个女儿 她的丈夫也在几年前就死于了疾病 她的生活之所以能够改善 是因为国家地理两次利用她照片宣传时 意识到了阿富汗儿童所面临的困境 同样的阿富汗政府当时急于对外界宣称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人民的政治需求 虽然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换一个人 你很难说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都是由于时间环境和政治氛围 数种外界情况和需求急于一身而导致的 也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 发生的不是16年 而是12年 而是10年 很有可能她获得不了这么多的援助 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内容 儿童在表达和理解方面肯定不如成年人 那为什么还要让儿童代替成年人发声或者宣传呢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反对将儿童用于政治宣传行为 在上一期我提到了 应该如何对儿童进行一个社会上的定位 进行一个保护 这件事情并不是针对将儿童用于政治宣传这一件事而提出的 它背后的环境是国内也好 是国外也好 是无数儿童所面临或者可能面临的侵害 而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今天的篇幅又有些不足了 我决定下一期继续再说 还会结合一些相关的国内的报道或者国外的报道 好了 今天的忙忙论道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